好 我們看一下範例期的這一題 那個行列式題目 好 那題目的話 你看一下怎麼做 你覺得 他要你把它化解 那化解的無非就是想辦法把它弄不見 把那個其中九個 那我先講一下 考試如果Y1這個真的不行的話 你就暴力反過來承開 那當然你是希望利用藉由化解的方式 把其中的九個那個元素裡面呢 其中的幾個變成0 這樣是最好的 聽到我講的意思嗎 那你覺得怎麼做最好 你覺得 你覺得怎麼做會是最完美的方法 想到嗎 沒有喔 對吧 我們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你看這邊 我可不可以把第二列 乘上-1 去跟第一列做合B 這樣做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到時候這個B就會不見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A有一個真的不見 看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原式呢 這點是怎樣 就等於 呃 乘上-1這樣合必嗎 所以就變成了C 然後這個乘上-1 就變成了-A-C 這個呢跟它在一起就變成了 A-B 對吧 然後這裡就變成了B A加C B 然後這裡是C C A加B OK OK 好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把這一次跟 這一系列跟這一列呢 再合併 怎麼合併呢 我就乘上-1 乘上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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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好這兩個就不見了 所以得到幾乘口就變成了 C B 然後 B A加C C 這個乘上-1 跟它乘上-1 乘上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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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變成這樣成對 這樣會嗎 可以啦齁 好然後接下來這兩個就有2嗎 我可以把它提出去 就偷懶 我現在把這塊變成這裡寫個2 寫個2 然後呢我就把它反推 把它反回去 我乘上-1 對不對 就發現這個又變成0了 所以變什麼東西 變成2 等於 C 0 A 然後呢 B A加C B 然後就變成了D 這裡是C 這裡就變成了B 這樣子 會啦齁 可以吧 然後接下來呢我就把第三列跟第二列呢 再做合併 再乘上-1 好 那這個題目的解題真正的技巧是怎麼做的 你知道嗎 就是想辦法把某一列跟某一行 的其中一個數字 其中的元素變成0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當我就跟別人做合併的時候呢 就不會影響其他的值 像這邊有沒有 因為這邊是0嘛對不對 當你這邊是0的時候 你跟下面這邊不能做運算 都還是原來的結果 這樣聽懂嗎 這個是那個三級行列式裡面的計算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就是 想辦法讓那個九個元素裡面的幾個元素變成0 這樣聽懂嗎 所以你看到沒 當我網上跟合併的時候呢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就變成了 C 0 A 然後呢跟它合併你看到沒 當我就是0的時候跟它合併 它還是B 這邊乘上-1跟它合併就變成了A 好 這跟它合併呢就變成了0 好這裡一樣0 C B 這樣子 看懂嗎 好 那這樣寫完之後呢就變得簡單的多了 好 就變多少呢 來我們看一下 呃 我看一下還有誰可以和併在一起相調的 這樣就沒有了 好 那就變成怎麼形呢 就變成了 C 去乘上這個 A 0 C B 然後就是正負正對不對 正負正 所以加上 A 因為你的目的給我算了 A乘上這個 B C A0 好 所以答案多少答案就等於 C去乘上誰 正告 是0就不用不寫了 好 這兩個相乘 所以變成C乘上AB 好 加上 這兩相乘 也是這樣 B 所以加上是ABC 所以當然不是ABC ABC 所以答案寫等於 兩倍的ABC OK 好 這個就是你的 答案 欸 我這邊少寫的東西 你知道嗎 哪裡 有問題知道嗎 這邊之前有一個2 不是把2提出來了嗎 有沒有 所以這邊呢應該寫還一個2 少寫大了 他寫的2 這一整個都變成一個2 所以應該是兩倍的這個 所以答案應該是 4倍的ABC才對 這邊的2小心一點 2小心一點 提出來了 記得要把它放回去 好了 把他放回去 把他放回去 唱到